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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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休士頓論壇 2020的這一場 中華民國總統的選舉 目前的台灣社會 可以說是妖風士氣 整個的輿論環境 可以說是妖言禍眾 我們就看到 才剛剛發生不久的 陳明文吊在高鐵上的幾家賠償 裡頭竟然放了300萬的現金 那這件事情 而且這300萬還不上鎖 這樣子都可以 他可以去拗 把所有的台灣人民當作低能兒 去用騙的企圖想要掩飾 就是想要淡化他 我們就看到以前 之前我們的節目就提到了 蔡英文到出訪的專機裡頭 走私了一萬多條煙的事件 不管你今天是走私煙 走私煙我們以前講過 就是為了要逃稅 就是為了要洗錢 在政治上就是為了要賄賂 如果這些事情到現在有查嗎 真正的負責人陳菊 現在在總統府裡頭 還是過著非常舒服的日子 陳明文的現金 300萬的現金 一樣 你有大批的現金不經過銀行 要用手上提著 這會是什麼 第一個一樣是逃稅 第二有沒有涉及走私 第三有沒有洗錢 在政治上你是不是賄賂 是不是要買票 請問今天台灣的檢調單位 不管是洗錢也好 逃稅也好 走私也好 或者是買票賄賂也好 台灣司法查了哪一樣 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查任何一樣 請問台灣的司法核戰 馬劍 黑白顛倒 連最基本的良知都沒有 你說的這個不是檢調有沒有在查 是這個檢調本身執法單位 法務部次長出來護航 這真的是 這個是太荒槍怎麼辦 怎麼可能在一個 一個法律制度健全的國家 法治的國家發生 連在美國 是可憐 然後看完以後 就跟一樣這個私營案一樣 蔡英文出來 清苗淡雪兩句話就沒有了 他現在是躺著選 找個小軍官 就去點贅 對 現在同樣的 這個蔡英文是他的大掌櫃 是他的戰將 他這個 不是 你做這個事情 沒有關係其實 這是他你用了出來的藉口 跟你的說法 實在是就像你說的 太看不起台灣的選民 也太低估 就是他的傲慢 他的這個傲慢 跟這個無法無天了對不對 所以我再講回來 我們剛剛這個廣告前講到說 侯友宜也好 跟庶民也好 我們修士頓這個支持者也好 我們現在捍衛的不是國民黨 我們現在支持的也不只是 韓國瑜個人 是如果民進黨 要是再重新執政的話 他們所這個 所做的教改 加上這個查毒 這個毒害下一代 跟他們所這個去去抄家 東廠這些事情 國民黨是沒有辦法再贏壞了 如果在他執政四年 就是這個累積了 就把民進黨這個未來百年執政的 這個就是定下來了 那台灣就沒有去 所以韓國瑜說 這是中華民國的保衛戰 對 所以我說侯友宜 你剛剛講到侯友宜 是什麼 侯友宜你說 前一段你沒罵到 不是 我剛剛在想說 我們為什麼 不是因為你講陳明文 我們為什麼現在媒體跟我們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我們在講侯友宜也好 馬英九也好 黑韓也好 為什麼沒有在講陳明文 為什麼沒有在講說 蔡英文的政績 跟陳菊做的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們一直 黑韓我不擔心 你越黑韓 韓國瑜其實對我來說 庶民來說會越反感 因為台灣的人民是很善良 是反對 所以現在有個心想法 壓霸這種bullying 就是你越黑我越挺 對 但是我看不清的 不了解說是 侯友宜這些人 還能夠繼續 你說這三次的打臉 很明顯的是撕破臉 你為什麼能撕破臉 他是國民黨 正式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你憑什麼拒絕 那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吳敦宜不能開除黨紀 為什麼 你說他們黨中央 國民黨怎麼沒有用 好 那我們支持 國民黨幹嘛 我當初說 讓他自己出來選 同樣的在這邊的支持會 這個支持韓國瑜會議會 一樣的臉孔 一樣的人 我不想再跟國民黨 任何的關係 越過去這一年來 越看似越噁心 因為國民黨 不去打陳明文 一直在 真正在韓國瑜的是國民黨 從這個海基會 傳出來這個話 為什麼吳敦宇當初 不立刻出來開記者會 說這個rumor 把這個謠言 立刻停止 對不對 然後他這個三重造勢 馬英九在這邊 這個小事情 韓國瑜這邊沒有人 你知道 連這個都溝通不好 他打到去道歉 然後隔天又有這些 做一些事情出來 你那個交距 跟你焦點放在哪裡 你選舉站 你現在不是選高雄市長的 所以你說對他 對他很多選民 現在你剛剛說 庶民對不對 相反的對不對 可是話說回來 很多選民現在也可以看 尤其是這個中間選民 你看說你看 就是草包 證明的是草包是不是 因為你看他連這個 都搞不定 對不對 過去發生了 從日本學者 到現在這個馬英九上來講 到這個 跟對手的這個焦點 然後回應的一些話 你會令人擔心 因為他本來是很好的候選人 慢慢的被拉下來 落於下沉 不過昨天的 9月8號的這場造勢大會 我認為韓國瑜 至少他做回自己 有扳回來 已經做回自己了 那你剛才 既然講到侯友宇 我們上一場 沒有講到的馬英九 我們現在就稍微 稍微差一點題 對 因為提到陳明文 就要講他們兩個嘛 所以現在的焦點 就是說整個的焦點是 被民進黨在操控的 對 也就是說你蔡英文 即使犯了國際上頭的 萬國公罪在走私香菸 也好 或者是陳明文在這個 這個現金放在高鐵上也好 這些案件都不及一個 韓國瑜在車子上 沒帶安全帶 在這個造勢場合上 造勢場合上 這個腳被周錫偉扶一下 對 馬英九上頭被人家虛下台 這個新聞來得嚴重嗎 對 那剛才馬健說到一點 很重要一點 今天蔡英文身邊的左右護法 一個陳菊 一個陳明文 這兩個人現在都有 扯不清的案子 畢案 對 而這些案子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檢調去查 馬健剛才多多少少也說出原因 因為你今天法院是你民進黨開的嘛 與眾你怎麼看 這是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這為什麼我們選舉一定要贏 你如果選舉沒有贏 你就沒有話語權 你看看鋪天蓋地的 什麼樣的小事都被放大鏡檢視 可是明明民進黨的執政 到目前為止 從九合一選舉之後 民進黨有做任何事情嗎 沒有改變 他們一樣沒有任何的政績拿出來 可是有人批評過他們嗎 沒有 鋪天蓋地的都在講韓國瑜的小事 爬速也被學生拿出來炒作 你看 所以我們說 為什麼這個黑韓產業鏈 造成這麼多人覺得 明明這是 韓國瑜是一個很有氣勢的人 打到現在好像是 真的是一個草包 然後為什麼我說 9月8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觀察韓國瑜的發言 在9月8號在台上 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瑜 真的有點回來了 就是說做自己找回來了 你看 我相信他後來說 林北彈里那個是脫稿演出 我相信是 為什麼脫稿 是因為他看到的人 他看到那個底氣回來了 所以我們說 其實是這34萬群眾 給了韓國瑜信心 然後第二天 我們如果再觀察台灣新聞 第二天韓國瑜在面對 台北市的這個 輔選幹部的時候 就很直接的點出 國民黨不能夠再軟弱 不能夠再懦弱 就看到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就像我們一直在說的 都是很保守的 都不是戰將 沒有認知到選舉就是打仗 選舉就是作戰 剛剛馬健說得很好 國民黨 如果你不做一個剛性的政黨 該開閘就開閘 所以當然士氣會會溃散 每一個人都覺得 我現在是一方之霸 我不需要聽話 如果真的每一個人都這樣的話 國民黨當然很難團結 可是現在韓國瑜 因為有庶民力挺 你看九月八號那一場 然後他的講話越來越大聲 那當然被黑韓又被批 可是我們反過來看 韓國瑜的講話大聲 韓國瑜的底氣回來 韓國瑜就可以做自己 韓國瑜做自己 對於這些這種潛在的 還在猶疑的這種不太力挺的這些人 他們就要小心了 是 那我們回到陳明文這件事情 陳明文就像剛剛馬健講的 就是說他的藉口 他說他忘記了 我覺得他講忘記這件事 本身就是個最大的謊言 沒有任何一個人 會把三百萬的現金給忘記掉 如果這三百萬真的像陳明文講 放在火車上忘記的話 那我建議陳明文應該要去看腦科醫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事情 那我們就講一講 陳明文我們知道很多人說 美國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你的現金是私人財產 你如果今天我們就假設一個情況 陳明文在美國的火車上頭 美國很可憐 到現在沒有高鐵了 美國的火車上頭 M truck 上頭他掉了這三百萬的現金的皮箱 會是什麼樣子的結果 我跟大家講第一個 所有的那個證報部隊先過來 火車裡頭人全部驅散 如果已經近戰的話 可能火車站的人全部都先驅散 不曉得裡面是什麼 不曉得裡面是什麼 是這個爆破小組機器人過來 先看一看 確定了這次現金以後會怎麼樣 確定這個現金以後先沒收 Civil for Feature 對 馬建說得沒錯 美國有一個非常受爭議的法律 但是行之有年 所有的執法人員都有行使Civil for Feature 這個中文不曉得怎麼翻譯 但是我想簡單說就是 充公嘛 就是公民財產的沒收 對 執法單位他有權 不管 只要他懷疑 你這個錢 是有問題的 大量的現金 他就可以直接沒收 只要你不能證明 對 而且他把他沒收了以後 他不一定要起訴你 你不一定要說我要起訴你犯罪 我也不需要去找證據 因為你要領這個錢的人 你自己要來證明你是清白的 這個可能跟台灣很多的民眾 他想法 法律不是這樣子啊 不是說你說我是犯罪 你得要證明嗎 對不起 美國如果看到這麼大筆的現金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這個 電影上頭啊 會有這種 警察在路邊領檢 就在後車廂 這個毒販 後車廂一拿一抓 就是這個幾十萬幾百萬的每槍 像這個三百萬十萬美金啊 就算是一個很大筆的數字了 我跟大家講 在美國過去80年代的時候 因為美國有一個法律 叫做Blue Laws 就是藍法 這個藍法的意思就是說 簡單的說 很多的商品在禮拜天 大家必須休息 不能夠這個 不能夠營業 所以當年80年90年代初的時候 很多商家禮拜天是不開的 所以那個時候最盛行的 就是所謂的跳蚤市場 Free Market 我們很多華人 韓國人 印度人 當年很多人靠著Free Market賺錢 因為Free Market 雖然號稱是賣二手貨 但是其實我們華人 韓國人很厲害 在裡頭常常賣的是新的貨 比如說從貿易裡頭 從大陸啊 從各國進來的這些鞋子衣服 所以賺了很多錢 結果都是現金 因此呢 當年有不少的人 在週末Free Market賺錢以後 開著一部箱型的Van 在公路上奔馳 就被警察攔下來 一看 在裡頭有好多萬幾萬的現金 馬上被沒收 那沒收以後呢 你必須要去證明說 這些錢的來源是正常的 很多的我們的華人 或者是韓國人 就乾脆就認賠了 為什麼 你一去說明 第一個 你的錢怎麼來 你在Free Market賣的東西 你有沒有收據 第二個 你的身份合不合法 就搞到後來 就這樣子白白損失 其實我聽到的很多Case都是這樣 這就叫做美國的 大家認為美國最民主法制的國家 對於警察 對於如果這些金錢的來源 是有懷疑的話 他可以直接沒收 而且你必須要自己來證明清白 那我想請問台灣今天300萬的現金 放在那邊 大家不要去聽他說什麼 後面什麼去做奶茶店 甚至於還有人說要去菲律賓看 那根本就是假的嘛 那呂中你說說看 你認為說這300萬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既然台灣的檢調他都不想查 那你認為 怎麼會發生這種荒謬的事情呢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 就是真的是一個笑話了啦 就是說 好多點都覺得匪夷所思 第一就是說 300萬對他們來說好像不用報警 就是說這麼多錢 這個是很難想像的 老實說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說 早知道我就坐那班列車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說 不用報警 你警察拿到你也應該先把它沒收起來 對 然後再來我們也講到 剛剛Jimmy也說了 怎麼可能會一個法務部的次長出來 還沒有任何的這個調查 就直接就說 大家都這麼做 而且重點是 他還說大家都會這麼做 他還是洗錢防治小組的召集人 這個次長的位置 是洗錢防治小組的召集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馬健也說了 說得很好 就是說民進黨是擺明了 我就是執政黨 你能怎麼樣 而且法務部 法務部還直接教民眾說 你分次提領就不需要 這是很荒謬的事情 你知道就是說 這個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這次的選舉 是我們要團結 然後要找回公理正義 真的是不信公理正義換不回 真的大家去思考 這麼多荒腔走板的事情 而且作為政府 居然可以帶頭的 就是說這個沒有違法 這個沒有關係 太多東西是很可疑 很值得去追查的 三百萬 陳明文的財產申報 根本沒有這筆錢啊 是 我們大家都現在已經很明顯 陳明文財產申報 根本沒有三百萬 他的三百萬 他的這麼多 他對沒有那麼多現金 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這個很多問題都需要追查 可是 誰在關注 你不管是逃稅也好 洗錢也好 賄賂也好 買票也好 走失也好 到現在沒有一樣查的 而且你還教民眾說 因為他是分 四十九萬九 這樣子提稅沒有問題 他的整個謊言當中 最讓大家開眼界的就是說 你今天竟然能夠拿著新台幣 到菲律賓去開珍珠奶茶店 我第一次才知道說 原來新台幣是可以在菲律賓 自由流通 無限量流通 所以說整個政客把台灣老百姓當作白痴 這些政客真的是無恥到沒有下線 那今天我們就看到了 蔡英文自己 她的專機走私香菸 她自己的學歷 超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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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創造出了超買 很多貨物移動啊 創造好多新的民眾 創造很多新的新聞 那陳菊的善款 那陳明文的三百萬 這都是她身邊的人 這都是她核心中的人 我想請問所有的民眾 這樣子的政府 你認為她還能夠繼續存在 我再重複一下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是在馬英九執政時代 是馬英九身邊的人 是金普通做的也好 或是現在如果是韓國瑜身邊的人做這個事情 你覺得民進黨會放手嗎 會這樣不了了之嗎 不可能嗎 所以我們再講一遍 我一直在重複 我們支持國民 我們不再支持國民黨了 因為國民黨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你都被抄家滅族 被這個東廠把你這個 這個黨產委員會都做到這樣子 民進黨的傲慢與自大 這個狂妄已經很明顯的 他要 like we said 我們團結 呂中說一定要團結 我們現在不能 我們不能在這個 注意力集中在這個 這個國民黨阿 黑韓阿 跟這個韓國瑜身上 真的要去看真正問題在哪裡 還有你剛剛說我們 盡到自己的這個力量 能夠去幫韓國瑜 就是要去跟身邊的七七朋友講 要轉發 我剛剛就 我上禮拜就做總台灣來回來的朋友 逐客的工程師 我剛剛有提到 所以剛剛就是回憶 呂中剛剛也講的很可怕就是 現在是庶民對不對 支持韓國瑜很多是庶民 平凡的民眾 我也身邊有這樣子的人 三代都是民進黨支持者 但是他們人在高雄 所以看破了這個手腳 他們現在反而是支持韓國瑜 但是我們說的這個 之前講到的金英蘭阿 真的是有這樣子的 有親身體力 其實我也很訝異 跟我講說 喔 我還是支持郭台銘 為什麼因為韓國瑜是草包 你看他高雄市長上任了 什麼都沒有做 因為他打開新聞看 我問他看的是哪一台 他說他很少看新聞 他也沒有支持政治政黨 他都是中間選民 他們很多工程師都這樣下 很可怕你知道嗎 對 問題是 現在他不管打開哪一台 都是說韓國瑜是草包 所以他動用國家機器 去打壓韓國瑜 你讓他來看看我們的節目 這樣他可能會比較 你知道我一開始我很激動 我們 我不讓他下車 我送他去 我接他從機場來 我在車上讓他講 因為這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我一覺得他是理性的 他是有知識 他是educated 美國受過碩士教育 高級的工程師 說得很好 怎麼會講 怎麼會用這種想法 他跟我講說草包 我說你 他說另外 我說請問一下 那另外兩個候選人 你要投誰 他說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他當然覺得郭台銘 至少他是這個 有這個商業的這個器材 我說好 現在問題是郭台銘沒有是候選人 不是候選人 你說你 柯仁這也不是 你說你蔡英文跟韓國瑜 他其實也是承認說蔡英文做 他也不是民進黨 他說蔡英文做得不好 他也不支持蔡英文 那請問一下 你既然這個人已經做得不好 那為什麼不能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做不好事以後再換他下來 至少他so far 他是沒有跟這個瓜哥 最後我 那時候我很激動 後來終於燃火氣整殺 因為我要拉到這一票 一票一票的拉 讓他說 你能不能看看我們的節目 或是多research 多看一些 因為你收到這個 你收到資訊是錯誤的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支持郭台銘 那你就要知道 你等於是 是氣保效應 就等於是你把這個國家 送給了蔡英文 你要記住 我想我幫馬健 稍微refresh一下 馬健對於國民黨是 極度的失望是沒有錯 厭惡 甚至於到厭惡 這更加進一步了 我都差一點被你打動了 不過我認為 不過我認為 其實今天大家要講的團結 真的我認同馬健的說法 今天團結 你國民黨團不團結 跟絕大多數的庶民是沒有關係的 你團不團結是你家的事 重點是今天你要打倒蔡英文 讓蔡英文下架的這一股力量 能不能團結 如果你今天的國民黨裡頭的 所謂的菁英籃 這些權貴籃 還在那邊拿俏的話 那實際上老百姓是可以唾棄你的 我們團結我們的 你去搞你的 你要去搞 你郭台銘再有錢 你也是只有一票 好 那我們就看到了為什麼 其實我在看 蔡英文現在左右互法 沒有一個乾淨的 你看到陳明文這300萬 其實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300萬就是在車上 在火車上要交錢 對 交錢的一個護照 人家不易收 對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陳明文要先下車 不看著錢被拿到 因為他怕被狗仔隊照照 他不要跟那個拿錢的人同框 我跟你講 這是極有可能的 美國以前你看黑幫電影 美國這些黑幫他要交錢 你喜歡放到哪裡 以前喜歡放到紐約的那個 Ground Station裡頭的那個Locker去 就是因為這樣常常Locker 是這個黑幫在那邊交錢的地方 所以現在你到紐約去 這些火車站沒有Locker 沒有Locker 沒有Locker 不是 我們講的 如果陳明文是一屆平民的話 他已經被抓了 就是因為他是陳明文 加上你的身份這麼敏感 問題是你之後還能夠大啦啦的 出來講這個話 法務部長還能講這話 蔡英文講這話 完全沒有任何這個責任制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去年1.12是要滅得東廠 現在不但沒有滅 現在反而是遍布全台灣 黑白顛倒現在 那不但是 他是東廠林立 而且為了要能夠掩飾自己的罪行 所以他們不斷的去發動 對對方的攻擊 所以對方的攻擊 其實是在掩護自己的罪行 我在這裡要不客氣的講 蔡英文執政三年半 不但是在摧毀台灣的經濟 而且是在摧毀台灣的人性 我希望所有的民眾 大家都能夠看清楚 好 我們廣告休息一下